真没想到,看个直播也能磕起CP,而且还磕得如此真真实实,没错,说的就是李佳琪和金静,其实,自从金静第一次去李佳琪直播间的时候,相乖就觉得,这两人真的太搭了,完全没有陌生感,熟悉的好像上辈子就认识的一样,金静不仅毫不拘束,还大方地跟李佳琪,分享起自己的减肥趣事,说自己减肥三个月。 三周,应是从104斤捡到了115斤,惹得身边的李佳琪,直接笑出了后槽牙,两个人一唱一和的,看直播的时候,感觉自己再听一台相声,直播中,李佳琪还故意让工作人员拿来体重称,完全不把金静当外人,丝毫不顾及人家女明星的脸面,一旁的金静也是见招拆招,笑嘻嘻地说,还以为你要跟我求婚,我连拒绝的副稿都打好了,两人间没有遮遮掩掩,反而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, 记得有次两人甚至拉起一条红绸子,当场表演了结婚,就差把公正处给他们搬过来了,如此肆无忌惮地开玩笑,也难怪会引起双方妈妈的注意,李佳琪妈妈就提醒李佳琪,别让金静经常来你直播间了,外面都在传你们俩有什么,现在还经常来,那不就坐实了,你们俩真的有什么吗? 金静妈妈也留意着李佳琪的一举一动,听说那个李佳琪啊,把户口签到上海来了,那你,吓得金静赶紧制止老妈再说下去,虽然现在关于他们的绯闻愈演愈烈,大家嗑CP也很真情实感,声称这一对不结婚的话,都很难收场,你们觉得,这对CP会成真吗? 香瓜看着他们,觉得更像是一对相见恨晚的好闺蜜,好兄弟呀